自海为家 哪里才是家 深耕发芽 看见加拿大 大家好 我是贝贝 来自多伦多 大家好 我是小夕 来自蒙特利尔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最近我认识了一些年轻人 更准确地说是对女性主义表现出兴趣 或者说已经很有热情的年轻女性 那么和她们交流的过程让我特别慷慨 一个是觉得她们好幸运 在这一波女性主义兴起的这个时候 她们还这么年轻 我还想起我那会儿还年轻的时候 就是一些隐约意识的东西 到现在好像才开始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第二个是觉得她们又很幸福 能够在女性主义视角这个帮助下 我能从她们身上看出 说她们好像更有勇气去打破一些束缚 更有勇气去选择符合她们个人的这种人生道路 今天呢我就邀请到了这么一位年轻女性小顾 她目前是在政府部门工作 而我邀请她的原因是 她也是多伦多一个女性组织的志愿者 不断地通过组织线上或者线下的各种活动 致力于宣传女性主义 那么就有请小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小顾 我和贝贝一样 我也base在多伦多 对 我目前是在政府打工 然后我除了在多伦多 就是和朋友一起组织女权的线下活动以外 然后我平常也喜欢读书 发一些书评什么的 欢迎小顾 你作为一个年轻的二十几岁小姑娘 可能大学刚刚毕业没多久 你是怎么样成为比较坚定的这种女性主义的 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个特别有趣的说法 就是说你是不是因为人生过得不幸福 才成为女性主义的 这句话感觉很耳熟 就很像是前阵子网上很火的一个视频里面 有一位女生问上一千赫子老师 是不是因为就是受到过什么不幸 才成为一千之一者的 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非要讲的话 我从小到大 我应该算是生活在比较就是优良的家庭环境当中 就是说家庭没有什么不幸发生 然后从小到大也都是 可能就是像说父母眼中的好孩子 然后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然后这样子就非常平稳的就是长大了 也没有说家里就会有一个弟弟 就有受到过非常明显的这种性别歧视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没有说 没有觉得说我是是迷你选主义者 就是在在我觉醒之前 我一直都觉得就是我生活里的不幸啊 可能只是因为在学校要受到老师所谓的压迫 就是一定要写作业一定要考试 然后就是当时就是这种非常非常朴素的 就是师生之间的矛盾 就没有什么性别观念 要总结说我怎么会成为 现在这样非常坚定的女性主义者 其实有几个契机 一个是2020年初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我人在加拿大 然后我参加了一个性别专题的活动 然后当时就是有很多 就是自称为女性主义者的朋友们加入 然后当时我就是我还是非常懵懂的一个小白 然后我就去参加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读了很多 之后读了很多关于女性主义的书 然后也之后也发生了很多性别事件 无论是在中国大陆也好 还是就是偶尔处在加拿大或者说北美大陆 都发生很多事情 所以说就是总的来说就是 那场专题活动 加上我自身的阅读 加上社会上发生的事件 这三者之间就共同造就了现在的我 你的那个专题活动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你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对 当时是疫情在国内刚开始的时候 2020年初 然后那个活动 我记得大概是就是和性别相关 我记得当时我们讨论的一个事件就是 他们主持人问大家怎么看甘肃省 当时二月份派出了就是支援湖北的医疗团队 然后当时他们拍了照片 就发在网上就有十多名女医护人员 就为了所谓方便工作 就他们被剃了光头 然后就是他们的照片就被流传到网上 然后他们就是在照片里面都就是 就痛哭流泪的这样子 然后在网上就引起了一波热议 当时参加的朋友们就 女性主义者们都说 这是这是借女性身体进行这种宣传 然后也是以疫情为由 以这个防疫为由 去控制女性的身体去 就是剥夺掉她们头发 但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必要 就是这头发和疫情的传播又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那次我就我就很 就是我觉得这个角度对我来说很新银 就是我一直没有这样想过 因为从前我都觉得啊 这种就是我所遭受过压迫 是这种老师对学生的压迫 是父母对孩子的这种层级上的压迫 所以我也觉得就是说 那这个事件完全就是上级领导 对下级员工这种制度之间造成的一种压迫呀 就怎么会和性别又产生关系呢 我当时都说如果他们是下层的人是男性 那他们领导也照样会压迫啊 但是当时就是完全忽略了 就是等级层级层级它和性别也是可以相互交织的 然后后来我会发现就是等级和性别和种族之间 他们也是有交织的 就是权力关系它不只是一个就是层级阶级 就这么这么简单 然后但是当时我就只是觉得这么简单 就是在这次活动之后 就是这个对话就一直在我脑海里不断的不断的反复出现 然后我也和一些我当时的朋友进行交流 但是其实交流没有没有交流出来什么结果 然后过了几个月我就开始想 就说既然我说我自己不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那我就要知道女权主义到底究竟在说一些什么 就是我要先知道他们的主张是什么 我才能够去反对他 否则我这种反对就是非常就没有意义的反对 所以说我就开始读一些书 因为当时疫情比较无聊 所以就也没有什么事情干 就在家里读书 就我最近在翻我的豆瓣译读 然后我发现我读的第一本所谓的女权读物 是就是也非常经典了 就是没有什么悬念的 就是乌尔夫的A Room of One Song 就是一个人的房间 所以我记得当时是在图书馆的这本小书 就只有这一篇它的这个经典文章 它里面就有一段话说 当我请求你去赚钱 去用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时候 我是在请求你生活在现实当中 去过一种蓬勃旺盛的生活 这算是给就是当时在疫情 居家隔离的我就是产生一种向往 我说天哪 我就是要这样蓬勃旺盛的生活 所以就是女权主义在我一开始开始一种就是 焕发生机和活力的这一种这个号召 然后当时那时候因为疫情也和别人合足 然后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所以就是借由这个机会 我开始就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然后审视不仅是当时当下的生活 也还有过去的生活 在之后就陆陆续续那几个月 我就有在读一些当时出版的 比较热门的一些关于性别的书籍 然后也有去读一些就是 女权主义的一些理论 就比如说有一本就是Invisible Women 就是中文翻译应该是看不见的女性吗 它就是探讨的就是大数据时代下的 这个性别数据鸿沟 包括数据的角度就讲了很多 就是这个世界是其实是专门为男性设计 而不是为女性设计的 就完全忽略了就是女性的系统 它看起来就是非常科学 因为它都是用数据 跟你讲我就觉得 哦天哪 那这个世界真的是 就对女性有非常多的不公 怎么可以这样子 就会产生一种心理上这种愤慨 你既然分享的这些看书的这个经历 其实是跟疫情是一直交织在一起的 对不对 确实是 就是像疫情 疫情的时候就是 它会给了很多时间看书 然后与此同时 就是疫情期间 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你在看书的过程中 同时又看见这个社会上发生了这么多 其实是很重大的一些事件 这个书籍 然后以及这个女性主义的视角 有没有改变你对这些生活 对社会世界的这种看法 就比如说我刚开始 我在读 Feminist Thought 就是一本书里 就是女权理论的书 就其实我是知道 就是女权主义之间是有不同的流派 所以说他们之间是互相有批评的 所以说我就是带着这种 就是我知道就是我的想法 其实它不一定是唯一的 真正的真理 然后去不断地去听 去看别人是怎么想的 就其实疫情期间 就比如说像2019年到2022年 这三年时间就 其实国内和国外都发生了很多 就是不一样的案件 就比如说2018年 就是MeToo在中国延伸开来 险子去告诸心性骚扰案 然后到2020年开庭 这其实就是 然后2019年 比如说像静瑶速流强东抢奸案 然后到后来就是2020年 拉姆案 就是一个藏族的拉姆网红 在直播的时候 就被前夫纵火身亡 再到就说2022年 就是封献八孩铁铃鱼的案件 就是这些事件 就是很多人都会说 是因为就只是犯罪 和性别没有关系 就像唐山烧烤电大人案 他们会说 这是黑手和这是黑帮 这是他无论是男的 是女的 他都会打 那事实上就是 就算还是黑帮 黑帮这个背后就是 本身就是一种男性的霸权 男性在这个社会上 掌握了这个权力 造成的对弱势群体的这种压迫 然后女性作为弱势群体 也是经常遭到性的压迫 所以说这 这其实就是可以 就是回到 上一期的词那本 《业女》这本就是非常 经典的 在国内非常合一本书 就是所谓的业女证 就是男性对女性的蔑视 然后将其作为 就是限于的一种工具 还有女性自身的一种 自我内化的 对自身的一种厌恶 然后所谓的女性主义者 就是要自觉意识到 自身的厌女证 并和他与之奋斗的 斗争的人 然后所以 就是在这个 就是父权制的体系下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有时候女性也会 就是内化了这种 自我的厌恶 然后就去看不到性别 就是发生 比如说这种性骚扰案 常见案 他们非常常见的 就是说 我为什么 我就没有受到性骚扰 那你 你受到性骚扰 肯定是你的问题 这其实就是一种 讲父权制内化为 自己这个思路的 这个一部分 然后又通过这种内化 去压迫其他人 但实际上 我们就是要认识 认识到这种 父权制在我们脑海之中 就是造成的这种 根深蒂固的压迫 自己去唤醒这种压迫 其实是非常难的 但是就是要通过 不断地学习 然后和通过 和不断地和别人 就是站在一起 团结一致 才能够就是形成 向唐山打人案 就这个案件 其实对我来说 就是个人意义重大 因为其实它让我 就是认清了很多 身边的男性 因为当时这个事情 真的非常大 就是我记得 一大早上起来 整个朋友圈都在转发 然后当时很多男性 就会说 哎呀 这个动不动就上升 到性别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他们 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这么容易 就和那些黑社会 就是打人的人 就是共情起来了 就是他们好像 完全没有不觉得 就是说 我觉得一个正常 就是一个正直的男人 都会觉得说 这这这种 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但是他们没有 他们确实就是 想要就是为自己辩护 就是如果他们 把这个力量去 夸在就是与其说是 替自己身边 不如说是 想想自己要怎么做 才能让整一个 就是社会变得 对女性 多元性别群体 更加友好的一个社会 从那以后 就是我其实已经 就会觉得 不要再 自己不要再去 就是 试图去和男性 成为同盟 就是因为 这就是会有 会花费我很多的时间精力 然后也不知道 是否是值得的 之前 你可能很多时候 会把这些事件 归因为个体的原因 但是之后 发生这些事情 背后它的结构性的原因 以及这个整个 结构制度上的一些 不公正的这个原因 这是不是你 比较大的一个 在视角上的转变 就是我也是学政治的 然后我一直对政治 非常感兴趣 所以说在这之前 我的一个思维角度说是 我觉得法律和道德 它是无性别化的 就是它就是 性别中立的 它没有 不是倾向于男性 也不是倾向于女性 我可能会觉得 法律可能是保护当权者的 这个权利的一种工具 但是我没有想到说 就是当权者里面 它有大部分的都是男性 我没有想到说 就是法治 比如说资本主义 和富权制 他们两个会是连接在一起 比如说我会去反对资本主义 我觉得资本家就很坏很坏 但是我没有想到 就是他和富权制 是怎么联合在一起 去压榨 就是底层女性 压榨女性的劳动力的 我的思维转变 就更多是像从一个单一的阶级 或者单一的阶级 就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这种对立之间转移到了 就是说富权制 加上资本主义 这其实这种转变 也是我就是通过 只有通过读书 我才能够了解到的 因为就是在我的就是 生活当中 我是没有办法 有这样的就是切身的体验 对然后这个其实就是 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理论 就叫做交叉性 就是多重身份的交织理论 他提的 他是由就是黑人女权主义者 克林肖提出的 就是他原本是用来描述 就是黑人妇女 遭受歧视和压迫的经历 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只看他 作为黑人的种族 也不能只看他作为妇女的性别 就能完全理解他的这个生命经验 而是要去看他 这两种身份是如何交叉互动的 我之前有没有看到 他们是怎么交叉互动 就是能看到这种非常单一线性的这种互动 所以说就是我没有办法完全理解 这种压迫背后 到底究竟是有什么造成的 因为就是我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 实在是太局限了 就是我一直就是生活在就是 年海就是发比较发达的城市 然后也受到过比较良好的教育 然后像我现在我家里也有钱 就是送我出来留学 然后所以我才能接触到很多不同的 读很多不同的书接触到就是更多的讯息 更多的新闻 就其实我是就是 我我我以前可能就是那种 就是我虽然就是有这样的资源 有这样的优越的条件 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认清这个现实 然后我觉得很多男性也也都是这样的 就是他没有办法反思到自己 实际上是有多么多么优越 就是多么呃占有资源 所以我觉得女权主义其实是一种就是 开阔眼界的一个一个思维 就会让你就不仅不仅说是去看到 就是单一的女性和你长的一样的女性的 他们的遭遇 要看到就是比你更加呃 劣势就是占有更少资源的女性 或者说不只是女性 就是比你劣势的人们 他们他们的生活困境是怎样的 然后去去想就是造成他们这个困境的根本原因 究竟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是就是女权主义对我的一个 比较积极的影响 之前认识的很多这种女性 她对女权特别感兴趣 是因为本身自己经历过这种 或者是中男轻女的经历 或者在职场上可能经历过性骚扰 或者是因为成为母亲 然后体会过这种母职惩罚 可能都有类似这种体会之后 他们就会变成了一个就对女性主义比较感兴趣 然后想去改变这个社会的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小顾我之前跟她聊下来 她是以前是成长环境很好 是没有因为这个女性的这个身份 而遭受过 她自我感觉是没有遭受过任何的这种不公正待遇的 我就很感兴趣问一下 就是说当你现在成为女性主义之后 当你回看你的童年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 你回看回去的时候 你有没有开始觉得说 有些你可能以前不自知 但是现在因为有了一个新的视角 然后会发现的一些 你原来并不知道的 觉得很正常的那些 但其实它是不公正的一些情况 是有的 其实我觉得它挺多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 一个最让我就是提护灌顶的一个瞬间 但是当我就是在读了 就是The Beauty Myths 就是这本书之后 它主要 这本书主要是讲就是 关于对女性美貌容貌的这个 这个迷思 它实际上 这种对女性的期待 其实是非常政治的 它不只是关乎我们的性 它也是就是一种 父权制对女性的一种要求 他们不会对男性有这样的要求 所以说女性就会花很多的时间 就是在让自己变得好看 如何去吸引其他人的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其实我以前 我应该就是我上 上学的时候都是那种 就是会有很多男生 就会想要讨好我 会非常喜欢我这样子 然后我会因此就是受到 很多男生的辱骂 因为就是我没有办法 服从他们的意愿 然后与此同时 我也受到女生的这个责骂 就是因为就是他们 就似乎觉得 就是我我会就吸引了 他们喜欢的男生的这个好感 所以说他们对我也有非常多的 就是这个不满 我的中学时期大概就是这样子度过的 但其实我们 我当时没有觉得说 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女性 所以我就遭受了这些骂名 因为毕竟我没有选择我的容貌 我没有选择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我我要因为就是我 与生俱来的一些条件就受到这个灾难 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很不可理喻的 但是当时没有没有觉得说 女性对我的这个嫉妒也好 或者说是仇恨也好 他们其实是就基于一种社会对女性之间的这个慈禁造成的 就是这是一种就是强加在 就是小女孩他们之间的这种互相的压迫 就是这整个社会就会去规训女孩子 说你一定要好看 你要听话 要可爱 然后这样子你老师才会喜欢你 这样子你长大之后 你才会就是娶的 才会有好老公 有前老公娶你 像我读了这么多 你全读物之后 就回过头来想 天哪就是 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就已经完全就是被父权治下 就是受到了那种女性之间地下的战争 然后还有就是男性对女性那种厌女症 然后把女性当做他们的这个这个资源也好 或者说当做他们就是炫耀的这个 呃勋章也好 就是我其实是整个人都是处在那样的就是环境当中 但是我自己是不自知的 然后像在我家庭 就是因为是就是独生辞女的家庭 家里没有钱去超生 所以说就只有一个小孩 然后我记得我妈妈 就他们从小到大不会说啊 怎么是个女孩 不会说这种话 就是家里都非常 就是我是非常健康 的成长出来的 但是就是在长大了之后 就是我妈总是有时候会说 就是说哎呀 是个女孩也挺好 然后就是你说越来越想 就是说什么叫也挺好 就是好像就是 这种实际是印含着 就是说我本来期待的是个男的 但是是个女的都好像也不错 因为女生你女还是个小棉袄 反正可以给我养老 就好像是这种不得不的一种替代品 所以说之后我就和另外一个我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 就是他提醒了我就是说就是就是重男轻女的这种思想 他并不只是需要一个弟弟 不只是需要一个儿子才能够产生了 就是你就算你家庭只有女孩子 他们还是会就是去为那个并不存在的儿子的失去感到遗憾 但是没有关系就是你 呃 其实也可以弥补这个缺失了 也挺好 所以就是就是 虽然说我父母没有对我有太多的压迫 但是就是就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也有一点点心痛 但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就是中国就是有很多女婴都被抛弃 但是至少我还活了下来 就是我就是要因为我活了下来 所以我可能就是要觉得我自己有义务去就是更加的发生 然后就是为那些可能以后 以后就是出生的女孩子改变她们在这个社会 生长的社会的环境 我很好奇啊 就是当你这个观念转变过来之后 你跟你父母的这种沟通方式会跟以前会有不一样吗 我这个人其实比较内心 就是我没有办法和家里人这样子表达自己 因为我其实我妈妈是一个就是非常就是工作狂的那种 职场女性 所以说就在我们家就是不存在说什么家庭主妇这一个 这个说法 因为我爸妈都会鼓励我就是一定要出去工作 一定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 所以说我最最最开始我是觉得就是非常肤浅的女性主义 就是说女人一定要独立自强 就是一开始我要是说我要出去工作啊 这其实没有对我爸妈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颠覆 就是很正常而已 但是如果要说到 如果我不想结婚 然后我不要是不想生孩子 这种话是没有办法说的 就是要是和妈妈说其实还好 因为母亲终究是能够理解就是婚姻和生育 就是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 所以说就算他一开始他会跟我说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好老公这样子生孩子 但是等到我真的就是到了能结婚的这个年龄到了就是可以真的可以谈过论下这个年龄的时候 他就会说哎呀其实也不用那么着急 哎呀其实就是婚姻也不是就是那么必须就是还是要自己开心就好 就是说孩子也不是一定要生 但是在我就是不断的在朋友圈我会转发超级无敌多 就是女权的文章之后 我家里人已经大概知道我的态度 去年回国非常惊喜的就是爸爸会在别人面前介绍我说 哦这是我女儿 她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然后就是我当时非常惊喜 就是虽然我不知道他这句话背后是是不是就是是赞赏呢 还是就是一种我也我也不好说 但是就是我当时还觉得就听上去还挺爽 就说哦第一次听别人上介绍我 那我感觉也还不错 对但是我爸就是他他觉得就是女性就是要传宗接代啊 我不会有他正面的刚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 因为他现在也管不着我了 就是就是就是去和他浪费口舌就是就没有必要 虽然他们没法根本上发生改变 但是其实还是有改变的对不对 很多观念上还是能够因为你呃产生影响的 说你爸爸很自豪的跟别人介绍你是女权主义者吧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说有勇气或者是说有自信跟别人说 我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嗯其实我觉得我字不太清就是具体是哪一个时间点 我突然会这样子说 但是就是因为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 然后就是有很多网上的女权主义者他们会写一些文章 发在公众号上 然后呢我就会读那些文章 然后我会觉得写的好我就会转发 然后让更加多的人看到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事件它是其实被就是被社会上打压的 所以说你一定要主动的去传播才会有人知道 我就会有意识的转发很多文章 然后我不会去刻意去屏蔽谁 或者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结识到很多人 他们会就是比如说一直潜在我的就是微信列表里面 就是不怎么说话 但是之后就突然出来说 啊我觉得你什么什么时候说的什么什么话很有道理 然后当时说哦是吗 我都不记得我说了这个话 在我不断的转发 然后父母对我其实没有什么反对意见 然后我又发现了身边不同的朋友都起来 就是因为很多人说是因为我的转发 他们学到了很多 所以说我才觉得说我是一名女性主义者 然后我要把这个女性主义的这一个观念 我要带到我的生活中的当中去 无论这就能起到多少多大的作用 实际上就是也产生非常多这个恶意的火花 就是就是说会很多很多人就是在朋友圈里面 就是那种匿名之条项他会来骂我 然后一开始一开始我是觉得很就是很莫名其妙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很温和了 怎么我也没有说什么什么打打杀杀的话呀 怎么为什么要来骂我 不是说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他在攻击你 而是因为就是我做的事情他不喜欢了 他们就来攻击我 也有人就是在匿名里说 我说的是觉得我很魔政 就做女权做疯了 然后其实我觉得很无语 但是就像就是阁楼上的疯女人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说就女性只要他们他们开始动脑子 就觉得这个事情是的不对 就想要看反抗的时候 他们就会被人说 哦他是个疯子不要理他 就是女性非常需要一个这样安全的空间 非常包容的空间 去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感受 然后我觉得一定要有这样的空间 他们才能够让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 才能够去识别更多的社会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在和就是一些朋友 想组织一个女权社群在多伦多线下 就是想要创造一个女性和多年性别 能够说出自己的困扰 说出自己所遭遇的不公 而不用担心别人会去指责她 然后不用担心别人会因此 就是恶意对待她的这样一个环境 我觉得这对整个女性主义运动也是非常重要 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就是具体有做哪些工作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宣传和这种促进女性主义吗 开始说的 其实我非常喜欢读书 这几年就有女权预示觉醒之后 就我读了很多和女性相关的书 21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是加入了个女性主义读书社群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和大家一起 交流一些女性故事和性别议题相关的书 然后女性作者的书 然后我也会写一些短评 因为我知道就是这些书可能 大家 首先第一个大家也没有什么时间看书了 在这个互联网时大家都不怎么读书 然后所以说我就想要去总结一下这些书 讲了什么 然后说不定大家会感兴趣 然后一开始我就会在朋友圈很积极地和大家分享这些书 让大家去看 之后我又开始读一些英文的读物 我会也在豆瓣上标记一些书 然后写一些短评 然后就非常惊喜地发现就是 像应该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就出版了一本 就是母乳主义 然后这本书就是非常火 然后当时他出版的时候我非常震惊 因为就是那个教授 那本书的作者是我的一个教授 然后我当时读这本他的英文书 是因为我有点想找他写推荐的信 然后我就读了这本书 之后我就在豆瓣上写了一个就是短评 但是之后我就发现他出版了 我就说天哪 怎么会有人找到这本就是已经出版了这么多年的书 之后那个编辑跟我说 是因为他选书的时候看到了我的短评 才觉得就是一定要就做这本书 然后像最近的还有就是有一本新书叫做他之所以为他 然后这本书也是 就当时豆瓣上也是只有我一个人标了 因为也是一个教授推荐的 然后然后之后今年又发现他又出版了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在想要就是通过读书 做一些知识传播 就是像国内或国外 其实还有很多非常大的一个断层 然后希望就是能够通过写短评 让大家去读更多的书 然后了解到更多和自己不一样的这个知识 还有就是我和朋友做的就是 多人多女权主义线下的这个社群 我们之前就是做了一些电影放映 然后音道读白的这个两读会 对被表参加 然后还有我们又组织一些读书会 之后我们可能就是想做一些就是写作工作坊 反正主要就是想让大家就是更好的能够表达自己 然后通过这个表达自己的这个力量 去建立团结一致的力量 然后去抵抗更多的东西 对然后我现在就因为在政府部门工作呢 然后就是我本人就是也是和政治打交道的情况下比较多 刚刚没有提到的就是作为一个亚裔女性 华裔女性在加拿大多人多生活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加拿大发达国家 那肯定就是女性的平等的权利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 就相比国内是真的非常好 但是实际上就是但是回到就是这个交叉性的理论来看 就是因为我们作为华裔亚裔女性 作为第一代移民 在加拿大其实也是拥有着多重身份的 就是我们不只是有女性这一个身份 我们因为自己的肤色 有自己的种族 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 像是就是亚克兰大 有一些就是性工作者在按摩店工作 他就被种仇恨女性的男人就是枪杀了 其实就是那个世界就是让我才让我从就是整一个 我的bubble 我的这个舒适圈中走出来 就是真的意识到就是我现在肉身是在加拿大 就是我不能只只关心国内发生了什么 我还要关心就是这里发生了什么 但是就是因为我当时是个留学生 就是我其实生活的也是非常 就是和留学生聚在一起 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这里的人和我一样的就是亚裔女性遭受着什么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我会去关注一些和亚裔女性相关的 就是一些组织他们看他们在做什么 然后也会读一些这方面的书 所以说慢慢的知道的就是我要在这里生生存下来 我是要为自己的族群 我要为自己的族裔去谋求全力的 去年正好就是比较空闲的时候 就是多很多那个市议会选举 然后当时我就帮一个华裔女性草根政客去助选 就帮他做义工 然后就给他挨戴户敲门啊 然后就帮他做很多就是中文宣传上的工作 然后最后我们就把他选选到了市议会 然后他现在是就是多很多市议会 就是唯一一个亚裔华裔女性 唯一的亚裔 不只是女性 就是我对政治其实还是有一点悲观 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要在领导层上面 就是要有能够代表我们族裔的声音 然后他最好是个女性 就是把她们选上去 我觉得就是在整个 对改善我们的社会地位也是非常重要 然后所以就是最近 最近也是多很多市长补选 然后也有非常也有女性去参选 然后当然也有华裔女性参选 其实我会期待就是大家都去关注政治 但是我觉得也是个非常奢实的一个期待 就算我们不去关注他 他也在就是每分每刻都在影响你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就是接受 我的生活就被这样子随意的影响 所以说我一定要去加入他们 做自己的微博之力 就算如果没有成功的话 我也至少是尽力了 刚才小姑讲的这一点 我特别有共鸣 我发现就女性主义 它的这个范围其实是很广的 就不只是说关注女性的问题 关注女性的问题 这个切入点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 后面会涉及到 刚才我们说的种族问题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 成为华裔 它作为在加拿大 在北美 它其实是一个少数的 其实是一个弱势的群体 女性主义到最后 其实是关心这些弱势群体 对吧 我也以前觉得政治 跟我没有关系 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上面的那些政治家 他们去决定就好了 后来我是30岁左右 我才发现原来 我们的生活上的一点点细节 每件小事 其实都是被政治所影响的 其实普通人 他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他也是可以做出自己相应的一点 一点点改变 哪怕只有一点点 就像刚才小顾说的 一点点的微薄之力 也许没有什么影响 但也许也会可能产生影响 然后呢 我想到说时事造英雄 有时候那个英雄 其实是我们每个普通人 给他推出来的 如果每个普通人 尽一点点力 那个浪潮就能掀起来了 对不对 对 其实因为现在有很多情况 就是说一个是 女性主义可能变成一个 很时髦的东西 对吧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 女性主义变成一个 能够吸引流量的东西 变成能够利用的工具了 但她不是实际上 真正去追求这个理想 对 这样我想起来 就是黑人女权主义者 Bell Hooks 她在一本书 And I or Women 里面就讲到 就是对女权主义的 一种挪用 但其实她就是批判的 非常深 她讲的是就是 有一些女性教授 就是利用自己 女性主义的这个身份 祈求为自己谋求 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前途 让我也想到 就是像 像Ling In那种 白人女性主义 他们就是用女性主义 就是作为一种 就是给自己 谋求更多福利的 一个事情 这当然不是说 为自己谋求福利 有什么错误 就是人都是自私的 但是其实 Doll Hooks 她想说的就是 就是女性主义 它不是一个 就是非常私人的东西 就是个人的 其实是政治的 然后女性主义 它是一场 这政治运动 它所要 女性主义 想要达到目标 不只是让一两个 白人女性 或者说是 更加优越的中产女性 去迈上 就是权力的阶梯 它所要达到的目的 是让所有的女性的地位 无论她们的种子 无论她们的教育程度 都能够有更好 接收到更好的 社会的待遇 所以说 它是一个集体的 这么一场运动 它是让 它是有一个 集体的政治诉求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 个人层面上的东西 我刚才有一个事情 想发表一个小小的观点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在贝贝问小顾 说虽然你经过了一个 比较顺遂的 年轻和小的时候 成长的一个生涯 那么当你回顾 你的人生的时候 你有没有会感到 哪些是解构化的压迫呀 或者什么 当她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也在想 我自己的人生 以及 贝贝的第一个 就是所有可能 应该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这么一个 看起来顺风顺水的女孩子 会走上 这么一条比较坚定的道路 我觉得我可能想了一个答案 就是当我们回想 我们从小长到大 尤其是可能 更年长一点的 其实这个文化的规训和压迫 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强大到甚至你没有任何的 还手和还口的能力 因为你就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 你认为 它就是这样子的 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我是没有任何的选择 我只能照着这么做 该结婚结婚 该生孩子生孩子 就像比如说 别人都那么过来了 你怎么那么矫情就过不去呢 所以说这个 回到刚才贝贝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小顾可以走上这条路 我感觉就像 不是文学家 或者是科幻学家 他一定要去过太空 他才能写出幻想太空的文章 那有的人 他人生他天生 就是会被这样的理想所感召 不是说他经受了一个 具体的痛苦 我才要去fight 这么一个非常具体的痛苦 而我认为其实这是年轻人非常可贵的地方 就是说他不是为自己在战斗 他是为整个人类的福祉 在战斗 其实我刚才听了是非常感动的 我觉得中年人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其实是非常现实 也比较麻木的 我们会非常算计成本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付出了多少时间 我要得到多少 而最终 其实你回顾一下历史 所有世界的转变都是由年轻人这种不计代价 不计后果的付出来决定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反复 一定会遭受挫折 甚至流血牺牲 这个也未少见 对吧 但是我其实刚才非常受到感召 我觉得年轻人就是应该这样去做 不是小我 而是为了大世界 这是我刚才的感受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会同意 对我 其实我非常同意小夕刚刚说的就是 不一定要有切身的压迫 才去就是反抗某些东西 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女性主义 它其实这里面要求我们 就是倡导我们去 运用我们自己的想象 因为其实我们 可以说是我们没有经历过 没有负权值 没有资本主义的这个世界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打破负权值 打破资本主义 我们其实是会害怕说 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去运用 自己的想象力 去想象一个 就是更加正义 更加平等的社会是怎么样的 可能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想法 然后但是就是通过这种想象 我们创造了 就是这种沟通 不断沟通 然后不断思考 就是反复碰撞磨练 我觉得这当中才能够 产生一个更加好的社会 所以说也就是 我觉得年龄其实 真的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加速 就是说我还真的非常羡慕 就是比我年长的女性 我感觉她没有更加多的经历 是我就是年轻是没有的 就是我很多时候就会非常羡慕 就是想象你们这样子 就是经历过很多的 就是说一定就是要保持这个想象力 想象力是关键 就我现在已经有一点 就是能够理解你们说那种被现实 就是被成本基数的这种想法 我会就内心会有一点害怕 但是就是我觉得 只要我保持一种对更加美好 平等公正社会的这个向往 就其实就算我是一个 最终成为了一个会计较成本 会计较自己时间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中年人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坏事 对中年人并不是一件坏事 而且现在其实我从你的故事里 也想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精力 都要放在孕育照顾下一代的这个情况下 比如说小顾 自己都会提到说 从小我的父母给我很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 相对比较宽松的经济 让我有条件去追寻 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出去留学 这个其实现在也是我们会想到 但是现在我们会给自己的孩子 一个更宽松的成长环境 让他更自由的去追寻 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发心 而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他自己天然的生命力 当每个人把自己心里对这个世界 想变成更好的那个passion找出来之后 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better place 我觉得就是姐妹爬山 各自努力 就是大家都有不同的方式 就不一定说大家都要上街 比如说母亲心育下一代 然后像我们这样的人在网上很多发言 其实就是一种通过自己的方式 去打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对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今天和你聊完 我就是这种感受 每个人真的是做好自己能做到的 就已经是给这个世界做了很大的贡献 不要去阴阳怪奇别人 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去了解 为什么比如说会这样坚定地去做一件事情 会让我们的世界观更开阔更广阔 好 那今天的播客就录到这里 不知道小姑的分享 是不是有给大家带来一点启发呢 欢迎留言哦 再见 谢谢小姑来上我们的伙伴 拜拜 谢谢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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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